竹山镇已产竹文明 竹子除了用途广泛之外 另外一连世纪不同的时间内 各品种的竹子都会陆续的生长出各式的笋子 都是相当受到民众喜爱的一项美食 而近期正是麻竹笋的产季 所以各家的笋笼也都是加紧脚步的在采集麻竹笋 我们这种的产季是麻竹笋 麻竹笋都在辣植到九月底 这些三国的时间再来就是 冬笋 孟宗族 孟宗族过来再来生产到春笋 春笋完就贵族 贵族快完了就是麻竹 现在我们竹山镇最幸福了 因为一年当中都有新鲜笋可以吃 笋子是竹山路股地区的传统美食之一 当地人可以说是餐餐都会食用笋子 而麻竹笋鲜嫩美味 是一项相当好的食材 更富含了纤维脂对人体相当好 近期正是麻竹笋的产季 正是最好的品尝时间 县议员吴瑞芳也邀请民众能够多多选购 我们最近六个县和笋山 最近麻竹笋已经在出了 所以他们都乡亲 这孙子吃也吃不吃 所以说人家说没有孙子就没菜 所以麻竹笋非常优秀又甜美又好吃 那口感吃得好 所以最近火在里面 菜也都很贵 所以有孙子来烤鱼肉烤白骨 这是很好的一个菜肴 这个孙子也是有鲜维 所以说多多来第三六个来过买 我们这边因为气候好 孙子麻竹笋特别好吃 所以希望喜爱吃笋的消费者 可以来这里过买 麻竹笋的产季 达约在农历6到9月 这段时间里 农民也都会采集许多新鲜的麻竹笋 而为了保存这些麻竹笋 让一年世纪都能够品尝到这项美味 农民也会将麻竹笋 制成许多的加工品 而近年来 这些加工品成为当地的优质产品之一 各式各样的客制化产品的出现 也为在地的产业带来许多的收益 再来我们在这三个月当中 要加工起来 就是要整年应付客户在用的 所以这三个月比较累一点 我们看到一些酸笋丝 酱笋 再来就是笋尾片笋丝 浪西亚 嘎嘎 拉面笋 种种笋的做法很多 所以说一次要介绍到完 可能比较有些还要客制化 客人喜欢麻竹笋加工成什么样子 我们就做什么样子 那是客制化的 因为你没客制化没有客户 近期是麻竹笋的产季 前往到笋工厂 就会看见许多农民在采集完麻竹笋后 都会将这些新鲜的麻竹笋 载运到此后 加工厂就会开始 一一地将这些麻竹笋 来制成各式各样的加工品 我们把农民买的时候 农民在外面已经 那个粗和瓜的保温都提掉 提掉我们刚才整理孙了 看这把孙是要做什么 大保温在这里做都是 从切孙开始流程开始用 孙后的保温现在来到工厂 加工厂还要看啪什么东西 处理后就是说 这个要做孙高的东西 我们就落在水底河浸水 不要再漏化的啦 处理得起来三个下去 我们就尽量开火下去三个 不要让漏化 因为孙后也在背后 两点钟它漏化很快 所以我们对这个出家工 开始做得好 在家里边四部加工 我们就不用疼痛苦了 我们刚才是都像出家工 员工下去流 可以撒拉面巡 可以撒香巡 可以开始下去 要做切孙 我留一个放在水底 要紫尽顺 我们站起来也是沿着顶 不要让这个竹笋漏化 秀林里长林坤玉也指出 早期在地竹笋加工业相当的兴盛 但是历年来受到进口笋值的影响 利润也减少了许多 产业有衰退的迹象 而且今年受到大环境各项艺术影响 虽然麻竹笋的价格相当好 但是产量却是减收 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的损产业更是低迷 也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地有效控制疫情 才能够减轻产业的影响 刚才你也有却到 这孙子里面农民里面 都整天整天我们交流伴 照金算 今年更好处是更好处 但是今年孙娘更少 今年翁妃这个时间都差了10块 今年目前13块 说到13块 我们做起的成本 我还算了 所以说 没有什么利润 因为还有政靠的 大陆和越南的顺利润 我们农民在做就没有利润了 这几年的外销已经都少了 我还说日本经济也不好 我们是加拿大香港这些人 也是都比较少 下去到大部分都是在我们 国内在内销而已 内销比较多 外销的就是单子比较少 也是有啦 希望政府给我们协助 这个国内疫情很好 不要让老百姓都不敢出门 不敢出去吃 我们做一个东西 老百姓没出来吃 我们的东西销嘛 销不销 疫情期间像一些热源店 都不能内用 我们在做的加工品起来 就是怕销不出去 所以疫情平稳 我们就心就稳了啦 竹山镇所出产的笋子 相当的文明 近期又是麻竹笋的产季 麻竹笋不论是入菜 或是加工的食品 都相当的美味 先议员蔡孟儿 也强烈的推荐民众 近期能够前来购买品尝当季油脂的麻竹笋 我们竹笋是一直以来就非常的有名 第三 最好吃的麻竹笋 现在是最好吃的盛产期 盛产期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最好吃的 那麻竹笋呢 它除了鲜食 轻轻煮来烙 还是煮汤 以外 它还可以造成 我们的酱笋 脆笋 笋丝 那这些东西呢 大家当调味 来吃菜都是非常好吃又下饭 尤其呢 我们的孫兮可以来到鱼汤一起食用 也可以让我们的孫兮也可以来炒到硬菜 我们的酒孙可以煮鱼 还可以配米 所以呢 孟儿在这里要来给我们竹笋的麻竹笋 这些价工品要特别的来宣导 希望说大家 只要是知道我们竹笋人 有在买孫儿的地方 你去去买 绝对是不会错 因为孫儿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可口 又非常的健康 因为它是高鲜食品 所以 如果说 很有口欲 又不想太肥胖的话 加码的 孟儿要做一个最好的推荐 就是我们的孫儿 尤其是现在的麻竹笋上市 欢迎大家一起来享用 来竹笋 买好吃的麻竹笋 蒸笋 笋 切笋 还是鲜笋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路过竹笋 一定要下来 采买我们的笋子 回家去享用 而在竹笋路股地区 用麻竹笋制成的佳肴 更是受到许多外地民众的喜爱 但如何烹煮食用 也让这些民众购买回家后 无从下手 所以孙农们也特意地分享料理办法 供民众来做参考 稍后起来发酵 可以把它滴滴的浸水 可以滚鸡肉 滚鸡肉 但是我们如果啪汤的 就是要让它水 要沾过暖过 然后做顺买肉 主要是我们如果啪汤之后 它的纤维是硬的 但是我们就是要把它 撒盐水让它软化 软化之后 如果说豬肉把它煮一整 顺买它 把它滑下去 这样这样才会好吃 酒笋就是我们冬孙啊 冬孙跟那个桂竹笋 配这些配料就是 放一点点香油 一点点糖 以前有一个说 孙滚孙 才不会这样 我们都没吃到 咬咬咬 这样滚滚 像冬孙 你去我们餐厂吃冬孙汤 它里面还是有一点 一点点的麻竹笋 我们孙子滚孙才不会这样咬咬 还有桂竹笋 桂竹笋你用 竹肉跟那个酒笋 下去它滚 的气味跟你直接这样子 用竹肉下去煮的味道不一样 县医员吴瑞芳也指出 顺制可以说是我们当地的传统食材 仙人也将此开发出许多种的吃法 若民众想要品尝这些美味 在购买时也都能够与笋笋来做询问 相信透过他们的解说下 外地的民众一定也能够将麻竹笋 烹煮成为美味的佳肴 最近也都有一些家庭的 都去刷麻竹笋 去刷麻竹笋 来做竹笋 孙丝 跟孙瓜 拍孙瓜 做孙瓜 所以这是我们孙可以有很多种 加工的方法 所以一般的我们的孙龙 都很厉害做这些孙瓜 顺顺顺丝 所以说最近也都去刷山顶 采修 采修 回来做 所以这个口感也很好 所以孙瓜就是无底孙可以做的 有一些外面的人 这孙瓜也很爱吃 我就是有的比较要做 所以 也可以来 我们够买回去 我们的孙龙 都会自己如何来烹饪 如何来做 为了将竹笋笋 优质的笋笋 来做推广 让更多人认识笋笋的美味 竹笋笋笋 公所也预定将在11月份 办理先笋餐的活动 先议员蔡孟儿肯定 正公所的用心 也邀请民众 能够一起共享盛举 竹笋笋笋笋笋 在11月的时候 会办理一场 先笋餐的活动 其中里面还有 我们现在的麻竹笋 那麻竹笋可以 晒干成为笋干 那笋干空肉一直以来 是全国的名菜 那到时候也邀请乡亲朋友 我们11月份的时候呢 竹笋笋笋笋笋笋笋 会办理一场笋子大餐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茶与竹 是竹笋笋笋笋笋的 代表性的产业之一 而近期正值拔竹笋笋笋笋 的产迹 正是品尝美味的好时间点 县医员油耗也欢迎民众 能够前来旅游 品尝这项优质的农产品美味 竹山的话的特产 又与竹笋 茶叶 还番薯 是我们竹山的指标性的特产 那现在是麻竹笋的产季 那也是许多民众都非常的期待 在前阵子的话 因为有下雨的关系 所以麻竹笋现在的 就是比较鲜美 鲜甜 那也刚好可以让许多的民众 还可以趁这个机会把握时机 还可以来购买麻竹笋 还吃竹笋对身体也非常的有益 还对身体非常的好 那又是我们竹山的指标性特产 如果说许多的好朋友 如果有在关心说 竹山有没有麻竹笋可以购买的时候 那刚好我们也可以协助在地的农民 还能够让大家来购买 那不管是我们在竹山或鹿谷 都有竹笋市场 那刚好趁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行销 我们在地优质的农产品 我们竹山鹿谷最好吃的麻竹笋 而除了近期是麻竹笋的产季之外 竹山鹿谷地区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品种的笋子产出 也都是相当美味的农产品 鲜园油耗也邀请民众 在各个产季都能够前来 一一地品尝各式鲜美的笋子 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的话 其实我们竹山跟鹿谷都有非常好的笋子 那其实冬季有冬笋 还包括夏季或春季也有不同的笋子的笋季 那所以说在一年四季中 我们的竹山跟南投的这个好竹笋 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我们竹笋的一个盛产的季节 来吃到最好吃的笋子 议长和顺丰指出 竹笋是竹山鹿谷代表性的农产之一 除了各品种都相当的优质外 顺植的加工制品也是相当有特色的产品 也诚挚地邀请民众 若有到访竹山鹿谷 都能够一一地来做品尝选购 体验我们当地的传统美味 民意新闻罗一凯专题采访报道